全国都开了800多家 我们苏冲居然才开第一家 今儿我们就去尝尝到底怎么样 别说这人还真挺多的 饭前先洗手 拿个餐盘选菜 180滴的老母鸡汤 说是用农夫山卷炖的 但我个人对汤里没什么太大兴趣 你们可以来试试 这大肉块的看起来真挺香的 拿个虾味蒸蛋 拿个葱油鸡子 来个小炒肉 再来份米饭 不够吃还可以蓄碗 再来个饮料也能随便喝 行 就点这么多 先来烧他们这个炖蛋尝尝 这炖蛋个人吃起来 感觉还是不错的 咸淡适中 葱油鸡味道吃起来也还行 但是鸡肉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柴 再来就是把小炒肉和米饭 做个结合 来个小炒肉盖饭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 还真就挺像 家里爸爸妈妈随便炒的这味道 不太像饭店的味道 米饭吃完了 再自助续上点 我这吃起来感觉 它挺符合快餐的味道 还有这个价格的标准 尤其它有这个自助米饭 还有自助饮料 这点倒是还不错 这边本身开在商场里 吃狗饭的人直接拿了 然后你看他们就不用等 就非常好啊 行好接着车我先就这样